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24日 星期一 來到傍晚的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有消息指阿菲遲牌的商戶將會被禁止售賣一些退消藥 這個消息和大家相當有關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一雙亦說說深水堡區的奪命菌的最新發展 有說法問到要不需要全區深水堡區民都去驗血 專家有最新的回應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有線新聞的最新報道 有說明年10月底開始 非持牌的商戶禁止賣含有迫熱式痛等成份的退消藥 現在大部分超市便利店應該都已經註冊了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明年10月底開始 非持牌商戶不能夠售賣含迫熱式痛 阿士匹林等成份的退消藥 話說現在任何店舖都能夠售賣非成藥的退消藥 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上週五向全港藥房 藥行發信指應該加強規管退消藥 康憲明年10月21日開始 只有授權毒藥銷售商及列載毒藥銷售商 可以出售退消藥 即有RS的標誌 並有藥劑師駐場藥房 可以銷售雙風感冒藥 和承藥的藥方和藥行 現在大部分超市便利店都已經註冊成為列載毒藥銷售商 預計新改動影響不大 以上來自有線新聞的報道 影響改動大不大還要問坊間的藥房 相關的註冊若然沒有 就不能再賣退消藥 即有朴爾色痛、阿士匹林等 日期由下年10月開始 消息來得比較突然 暫時未有跟進報道 我們會繼續了解 但對各位網友來說 就要留意 有些店舖可能本來是非註冊的商戶 所以到時有機會從此不能再有退消藥售賣 我們哪一雙亦跟進深水埗奪命菌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梁子超專家指 天氣鑽梁會下降病菌繁殖 全區驗血篩查就好像大海鬧針 報道的內文是 深水埗近日接連發生多宗類鼻椎感染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 隨著天氣漸轉光燥清涼 病菌繁殖引致風險相對減低 對於區內居民需不需要接受驗血篩查 他認為屬於大海鬧針實際作用不大 梁子超今早10月24日在港台節目天氣年代表示 過往極少出現群雜式爆發 估計深水埗區個案由單一感染源引發 可以透過衣物、動物或供水系統傳播 而本港氣候未必適合病菌在泥土長期繁殖 隨著天氣乾燥轉量、病菌繁殖引致風險相對減低 國安或隨之逐漸回落 但因為潛伏其長 難以會不會找到感染源頭 他又說要視乎明年雨季國安有沒有重現 再檢視風險元素 避免國安持續出現 一旦發現陽性國安大增 他建議可以擴大篩查到其他地盤工人 如果個案異常高 不排除地盤是源頭 如果個案比例極低 就是感染只屬於隨機性 至於區內居民需不需要一起接受驗血篩查 他認為屬於大海撈針 解釋指地盤的暴露水平未明 全區驗血篩查實際作用不大 各位網友要繼續留意 深水埗奪命菌的情況持續關注 日前繼續有長者中招 有說法就是不如全區 即是全個深水埗區的居民都驗血 專家就說這個做法是大海撈針 實際的作用不大 兼且現在天氣轉良 有機會下降病菌的繁殖 怎樣說都好我們都會繼續這樣跟進 亦都希望各位老友記 尤其是住深水埗 身體比較差的老人家要多留意 下街的時間真的要戴好口罩 另邊雖然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香港仔老婦人捱撞 雙腳捲入車底 消防員合力抬車救人 報道的內文是 感隔今天10月24日下午1點46分 一架私家車沿香港仔南寧街行駛 期間一名老婦人橫過馬路 私家車收製不及將他撞低 雙腳捲入車底 私家車司機報警求助 消防員到場過後 合力抬高車身 將老婦人救出 再由救護車將他送去醫院治理 即是感激香港一群消防員 真是非常非常厲害 說這位老婦人被捲入車底 其後消防員合力抬高隔車 救出老婦人再送醫院救治 另邊雙亦有另一則相關的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屯門龍古灘村屋風扇起火 一隻狗十二隻貓慘死 消防員奮力急救 可惜不成功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今天10月24日早11點53分 屯門龍古灘路北北朗村的一間村屋 地下的單位突然之間起火 樓上住戶發現報警 消防員到場將火破釋 事件中無人受傷及無需疏散 但屋內一隻狗十二隻貓不幸撞身火海 大批消防員合力為他們急救 可惜最終都沒有結果 初步調查相信屋內一把風扇起火引致意外 有村民表示火警的時間聽到有狗吠聲 循著聲音發現有單位無煙起火於是報警 消防員將一種貓狗救出過後在場進行急救 只見人員為他們進行心愛壓 不停用雙手按壓 但經過一輪功夫過後都不成功 證實有一隻狗十二隻貓反雲罰術 有村民讚賞消防員努力拯救貓狗 對一眾貓狗慘死表示軟息 都真相當軟息 消防員救火之餘同時也拯救動物生命 可惜儘管多努力也好 一隻狗十二隻貓都救不回 究竟當中的情況如何呢? 相信仍然有待調查 另邊想和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老公送了一個千元的鑽式給工人姐姐慶祝生日 人妻喝醋 網民一朝解心結地說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好僱主往往都會視照顧一家人起居飲食的工人姐姐是自己人 慶祝生日自然是年度的重點項目 但有男僱主懷疑出手太重 送了一對鑽石耳環給工人姐姐作為生日禮物 令太太躁意大發 上網狂身 上次結婚紀念日她都沒有送禮物給我 結果經過一番討論後 有網民突破這宗狹躁事件的盲點 指事主的丈夫送禮之前只要做對一件事 就能夠為太太解除心結 天下太平 這位港妻日前在香港討論區 以工人姐姐生日老公送禮物給她為題大發措意 指一家人以往都有為工人姐姐慶祝生日 但不外乎切蛋糕或封100元利時左右 大家開心一下 今年眼見丈夫送了一對超過一千元鑽石耳環給對方 即時心心不滿並力數丈夫的惡行 就說上次紀念日她自己都沒有禮物收 但現在竟然送禮物給工人姐姐 送禮物不是問題 用不需要送那麼貴 另外有深水清的網友突破重點 就是理性分析 重點其實不是價錢 是為何要送鑽石首飾之前不跟你商量 批評男僱主大小不分引起事主的妒忌心 事主如果知道女人 搶寵心理應該要周長考慮平衡各方 至多下次有同類事件的時間 記得做對一件事 就是事先先商量一下大家合一合 以免到其時送了禮物大家又變得不開心 我是曠仔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